各位師父慈悲 各位諸上善人慈悲 《觀無量壽經》 從三幅裏面演繹到 普賢菩薩在這個十大行願裏面 作為一個修正業行者 我們如何能夠在因地的心裏面 以何而為醫子呢 佛陀除了教我們修三幅之外 在這個普賢行願品裏面的十大願行 上來是講了三願的 現在再將這三願綜合一下 因為這本《大方講佛華嚴經》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普賢行願品》 整個經題是很長的 本來就是《大方講佛華嚴經》 和《觀無量壽經》 並沒有那麼豐富 但現在我們要拉這個普賢行願品去加強 就是因為普賢菩薩在這個十大行願裏面 最後就是回歸於生淨土的 而在這個普賢菩薩的恩地當中 他是將他自己的經歷 他自己的行詞 這個普賢行 這個願行 是十方諸佛在這個恩地修行的 一個比較豐富的結構 而這個作為我們顯宗的行人 其實是一個比較很重要的 結構性的一個修行的時候 那個指歸來的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將這個十大願 好像覺得是普賢菩薩 他個人的一個行詞的方法 和我們是不是真的這麼相應呢 所以現在將這個普賢菩薩 比較生活化地 又如何回歸到 在我們末世的行者裏面 如果想說生淨土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呢 但是我們說難呢 我們都不要理他 這個是相對 因為每一個人的業力 每一個人本身的雜氣 都有所不同 但是這十大願裏面 是囊括我們 所欠缺的一個行詞 幾乎是包抄我們 很容易在哪一方面有所疏忽呢 他是比較一個完整的修行人 必須有一個內心的世界 而透過這個內心世界的行詞 不斷相繼續去念念 去憶詞 每起心動念的時候 都能夠以此十願 作為我們一個標準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什麼撞板了 到了我們要修正土的貫行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被包袱的雜氣 去將壁我們的心靈 將壁我們的智慧 因為這個無名 就是因為我們 未能夠清淨這個正平 所以我們時時 救一個求生淨土的人 我們稱他為正業貧者 正業就是你怎樣能夠 令你的業力轉成怨力呢 將你那個無恥而來的 惡的雜氣而轉為善的雜氣呢 這個不是一朝兩日 一念半念之所能夠可以 是受容的 是必須 是處處都要留心 這些十大願裡面 是很精要的 譬如上來都說過了 我們說 我們怎樣去禮敬諸佛 在這裏我們再說多個譬如 譬如好像我們 無論我們讀書也好 我們組織一個家庭也好 我們作一番事業也好 我們無論在哪一個立根點 想做些 或者我們想出家也好 想學佛也好 你也要儲存一些資料 你也要籌備一下 就算是去旅行 你也要收拾一個包袱 最低限度冷 拿一件衣服 拿一個水杯 自己收拾兩塊餅乾 有時候我上來 拿一個電筒 樣樣濕濕碎碎 那麼多錢就弄一個電話 看看哪裏要找些什麼人 你也要查到 如果不是就萬中萬系去 這些人 有時候就是 就會招了很多煩惱 因為自己籌備不周 又要學別人搞 搞到一頭煙 叫別人見別人種的樹 很漂亮 它又下肥又差不多 隨便吧 熱天來了 你就強行 下大雨淋水 那些肥肝的 你就不會下肥 那你全部不去理解 又不去籌備 哪一種跟哪一種又不對 這樣也可以生到淨土 那真的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我們覺得 做了什麼都要講你的計劃 就算你煮一頓飯 你也要想一下 我這個菜 搭這個菜 怎樣煮 別人來吃什麼標準 天熱 又煮什麼涼的湯 天冷 又煮什麼補湯 你也要有少許計劃 所以生淨土 我們現在全無規劃 空溜溜地想 所以我們要豐富一點講一下 別人的經歷是怎樣 就看看普賢菩薩的經歷 他說我們要常期 在廣修這個十大願行裏 身心去禮敬諸佛 上來也說過的概要 現在只是再簡潔解一下 禮敬諸佛可以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禮敬十方諸佛 就是過去的佛 現在的佛 未來的佛 尤是者未來的佛 一切眾生都是未來佛 我對一切眾生都恭敬心 禮拜心 不是一定要拜下去 你對人也不要藐視 不要這麼看低人 不要看他這麼多的比較 我們知道他是未來佛 我們也不敢得罪他 所以未成佛道也要講結眾願 這個心色 是從禮敬諸佛裏面 對我們代仁接密 對一切眾生 法花經引導的常不興菩薩 我們知道一切眾生皆可以成佛 你怎麼可以輕慢他呢 這個就是 除我慢心 我們驕傲 今天你是強者 你說事 你厲害 你在這個崗位裏面 你是執行 於是你使用你的權力 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個就是我慢 但如果你禮敬諸佛 你不會用你的權力 你會用你的慈悲心去做事 這樣整個畫面就是不同的 這個禮敬諸佛 推而講之 是令我們對一切眾生 都當佛而上 起一個平等心來上 那時候 我們就說 為什麼叫虛空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業盡 我此煩惱 為什麼才可以知道 這個煩惱是無有窮盡 而我這個禮敬是無有窮盡 這一個就是在經裡面 通常我們拜慘 有一句就是 能禮所禮都性空直 感應度交難思義 這兩句說話 當我們一禮 南無本師釋迦馬尼佛 拜慘最重要是看那些 細細粒粒在旁邊的字 不要漏掉它 那些字 其實就是幫我們 隨問入貫 能夠在這個 其實 在這個經中裡面 事事教我們 隨著這個文字 即時指在文字裡面 馬上就是 貫賞這一刻的心念裡面 應該投入一個什麼的境界呢 它是投入一個能禮 所禮都性空直 能禮的就是我了 所禮就不是張拜登 借一張拜登 就不用 人家那些 藏人 他一拜 就五體投資 全部都拜 但是中國人 他有禮儀 他在這個境界裡 他拜的形式 有我們中國的 顯宗那種禮拜的方法 我們不要理會禮拜的方法 這些只不過是 就著你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演繹 我們不要強行 在一個顯宗道場 你就是 匹匹地趴在那裡 我們這些中國人 就很執著 以我們的中華民族 就說禮儀之邦 你一個人 整個匹匹地趴在那裡 你就會嚇到人 所以我們 在這個叢林裡 教我們 兩把伴 怎麼拜呢 德斯特 開班 教人們禮拜 生個大慈悲心 拜佛 怎麼拜呢 一把伴 兩把伴 反掌 接佛足 在這個形式裡 無論你是 日本的佛教 藏人的佛教 或者斯里蘭卡的小乘佛教 形式是隨著你的文化不同 但是那個禮拜的心態 作為一個普賢菩薩 既然他講得在禮拜的過程裡 他是能夠深深 灌到佛陀那種的大慈悲心 而以他自己在禮拜那種的內心世界裡 是完全 在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虛空皆盡 都我禮乃盡 以虛空皆盡 不可盡故 我此禮敬 就無有窮盡 普賢菩薩 以不思義境界 就是我們不要去思想 我們不要去議論 那你說禮佛 不灌相 就猶如拜板像 那麼多矛盾 不是 我們在灌相的入手當中裡 隨即將那個 虛空 虛空是無相 但是其實虛空無相 只是因為 它沒有我們能夠執著 有能力去執著的相 但是虛空仍然有個空相 透過這個空相當中 因為它空無一物 在空無一物當中 就契入那種清淨的境界 而覺得十方諸佛 是遍佈於無邊 於是我們根本都看不到盡頭 就不會執著一佛二佛 這個我佛 這個他佛 覺得是十方的各性的佛 都在我現前 如對都目前 將來你要觀賞求生淨土 阿彌陀佛的淨土世界的時候 如果你在禮敬諸佛的時候 訓練純熟 對那個盡虛空騙法界的時候 那種的境界能夠可以 平時日日拜佛的時候 都可以運起這種境界 就算我們 躺在床上 沒有東西想 都可以 前想後想都解決不了 就不如想想自己 一聲跳在虛空裡面 當一個凡雲托著自己 然後自己在那裡禮 於是你一罐罐罐的虛空那種境界 將自己的心借虛空那種境上 來培植我們的心上 要不然我們的心色裡面 灌著那些煩惱 你就無法利用虛空 來洗掉我們的 那種 繫著那種 怨氣 煩氣 所以 我們生氣 就不介意 隨便 黑面 生氣 全部都可以 不過要快點去除 如果你對那個空的境界 是灌得好的話 你自然就很快就不生氣了 這個呢 他就教我們說 用虛空的境界 所以能禮 所禮 聖空直 所禮的佛 佛 是一個覺悟的功能 我們禮的人 我們是一個凡夫 但是我們是由四大之所成 隨便實體 就了無可得 你說我是誰呢 我弟弟的時候是嬰兒子 我長大的時候是小朋友 再長大的時候是小姐 師奶再長大的時候 阿婆 根本就無有定常 如果是用快鏡 現在用電腦 由你嬰兒子一度到你阿婆 你一出生 拿你的照片 可以一邊一輯輯給你看完 你想怎樣看都可以 又可以由你阿婆裡面 再將你一邊化 你一個小朋友的樣子 也可以 現在那個技術 可以即時將你的樣子 變來變去 根本 求你的樣子 沒有法子可以得到 再深入 求其自身 如果你不收拾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境界 自己的擁有 於是 你是一個能力的我 根本分分秒秒都在變 所禮的佛 隨便 隨便 實相了 無可得 但是感應道交難思議 哇 他原來法界那種角性的妙容 他是無邊的 所以當我們一禮的時候 我們不著於這個現前的相 但是不代表我們 不感覺到那種妙容 不可思議的妙容 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有了一種很開心 很誠意 很恭敬 但是當我們禮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 我今天又拜三百拜 真的有很多功德 好像銀行進了很多錢 天天看著本寶的境界 這樣的時候 也不是說沒有功德 也有 但是這種功德 你就會比較 他又不禮佛 每天坐在那裡 我就禮佛 我收得好 他又收得不好 我又怎樣 你又怎樣 於是你在這種 拜佛多更煩惱 因為他將自己 拜多少來比較 別人沒有拜多少 那麼你騙了 有條數計 就不是禮佛了 事故普賢行願品 我們背熟他都沒有壞 一拜的時候 原來我禮敬 這個無有窮盡 這個虛空戒盡 這個虛空戒不可盡故 事故我禮無有窮盡 但在無有窮盡裡 我又恭恭敬敬而禮 這個普賢行願品 就是訓練我們 在這個心色裏面 是不斷對禮敬的 不著想的一種 一種的境界 在無著想之中 他又不叫我們落於 空亡 不會在那個空亡 自己甚麼都不用做 反正拜都沒甚麼用 拜空 能禮所禮都性空直 即是不用拜 你不要漏了生氣那句 感應度交難思議 這就是禮敬諸佛的時候 那種辯證的歷程 甚麼是辯證呢 在這個共產黨裏面的遺物主義 叫正反合 正反合是甚麼呢 正就叫拜佛 反 反 就拜了等於沒有拜 合 就這樣叫真是拜佛 這就是拜又沒有拜 就是拜的過程裏面 不著想的那個拜 好像虛空那樣 是無有窮盡的 那種功力 譬如無有窮盡 一禮的時候 片法界十方的境界裏面 你都在禮 那天你未究竟轉到哪裏的時候 那個功德都仍然涉於行者的心裏面 你那種禮敬諸佛的心 就不會有盡了 所以這個境界 他再加強說 我們不要對這些字眼 現在我今天才跟法師 他都解釋給我聽 他說 他說現在原來 我們印經又多 廣經的地方又多 學術性又強 各樣各樣 但是那些道心 是很弱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幫他做了知識 在那個修詞裏面 完全不契入那個心 反而支持不早那種道氣 但是有些人 他甚麼都不學 經又不聽 佛又不拜 他認為這樣 就不要執著 這些又會落於兇亡 兩者當中 其實在這個二十一世紀的佛教 今後要走一條甚麼路呢 作為我們一個 叫做出家人 一個叫做承擔如來家業的一個行者 都是不斷揣摩 究竟自己應該是 怎樣去契合 這個當前弘揚佛教的指標呢 好像我們智蓮這樣 唯有 就是魚翁殺網 甚麼是魚翁殺網呢 又有拜慘 又有大尊的尊上哲學的課程 一會兒又有佛學初級班 一會兒又有靜座班 不對 你又做一下這個愛心組的福利 關心老人 如果不喜歡 在教育裏面又令到我們這個小孩 總之魚翁殺網 如果你樣樣對 你都希望在這裡找一個衣龜 在這個末世的時候 如果沒有所依歸 自己沒有所落腳點 飄飄渺渺 都是很容易 真的過失這個機會 但是因為 根本在這個世界的發展裏面 是非常豐富的 在這100年前裏面 你可以想像 你的祖母那種境界 在他鄉下裏面 知識不是那麼多 那個社會的發展 也不是說五花百門 各樣的境界比較簡潔 作為一個行者 也不需要 也沒有什麼需要 要去搞這麼多事情 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時代裏面 無論五花百門 這麼多事情出現的時候 如果自己沒有什麼結構渣拿 你面對這個境界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在哪裏落腳 一會兒又說密宗 一會兒又說淨土宗 一會兒說禪宗 一會兒又說學術界 一會兒又說這樣那樣 那你究竟自己 哪樣才是對呢 哪樣才是契 你自己是 有什麼見地呢 有什麼想法呢 密宗就看不起顯宗 顯宗又覺得這些密宗又好像古怪怪 一會兒你說 學術界又說別人不修行 你自己說上山又說 這些人又好像牛牛鬥鬥 下來下海又說你掛著賺錢 總之就是 那樣樣東西呢 它都是臨 其實就沒有什麼所謂 有你沒有你 就拿著普賢行 原品這十大願作為結構 你就一定沒有走雞 人家普賢菩薩 在《華嚴經》裏面 如果你深入研究裏面 它根本是橫攝所有 你什麼宗都走不掉 從裡面出的 你不要你踩我我踩你 其實你一掃起 最重要是佛陀的元典 在元典的義理裏面 如果你消化得清楚明龍 你喜歡配什麼宗你就配了 總之就是大家平等來學佛 不要負相 來到這個得果又不行 首先現在以我們來說 這個結構性 普賢行原品 有機會大家都要多些中讀 但在《禮敬諸佛》第一手裏面 確實在禮敬的手 是個身 在這個肉身裏面的行詞 一個非常好的 徐民入貫的一個民意 而這個民意令我們 對這個聖佛的恩心 是一個正恩 第二我們說到稱讚如來 上來我們也看到 也有解釋過 其實《華嚴經》 古德看回文意 是完全由大乘的菩薩 用種種不同的境界 是讚嘆如來 那種殊聖的功德 《法花經》 就是以佛的境界 以佛而讚佛的功德 在這裡我們要深切體驗一下 如果你自己 譬如我們要去讚菩薩的境界 如果你不深入菩薩的境界 你怎麼會讚呢 所以有些人 隨便讚他 他就已經 全身都動了 很開心 唉 其實我想一下 你有什麼 你自己做什麼 你自己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如果隨便有人讚你 但有人讚你 你就立刻就傷心到 又退心 又覺得自己好像很不值 這些任何 就是因為稱讚 稱讚 也有個結構 所以我不妨講一些生活體驗給大家聽 任何人讚我 我自己都知道 自己是做不到的 那有什麼 我一生人 其實最開心 就是有一次有人讚我 我發覺自己大件事 開心 那是誰來讚我這麼開心呢? 大家想不想聽 這是私事 在我師父跟我說 他說 如果虛魂老和尚 再來這個世間裏 因為我經常出家 他一邊說一些叢林 說老和尚的修行方法 說老人家是怎樣 我都不認識 都沒見過 一邊說老和尚什麼 我就很好聽 其中有一句我入了心 他說老和尚告訴我 如果他再來這個世間裏面 他一定要重修江孝子 那時候我也不明白 江孝子是六祖菩薩 在出家的道場 我就聽了入心 後來本湖老和尚 真正趙博初居士 和中央打官司 打了七年 就把江孝子 返回佛教手上 其實江孝子在清朝 真正滅佛 所毀的佛子 都不及得國民黨毀那麼多 大家可能沒有讀過這個近代史 知道當時是毀子輕學 其實江孝子在清朝 在廣東 先有江孝 後有陽城 你可想而知江孝子是多重要的一個道場 所謂南邊的佛法弘揚 江孝子我曾經做過一個很詳細的 解釋他的歷史重要的地 在那時候 其實他不是共產黨毀 是國民黨已經全部毀了 但是到了共產黨的時候 要去把江孝子收回佛子 今天完全不可能 在歷史上 在制度上是不可能 但是朴魯知道 江孝子是佛教的南大門 如果不把它重建 重收回佛子 我們根本對祖師都無意交代 難怪這個虛弩這麼緊張江孝 到了江孝子真的要去維修的時候 本人馬上打電話給我 快點上來幫忙 現在要重建江孝了 收回 我知道江孝子是國家一級文物 怎麼這麼簡單能夠可以配合到呢 於是 我就是因為江孝子的關係 所以我就搜集很多重收江孝的資料 做了一本很詳細的說明 拿著這本 朴魯就叫我上去北京 和一些專家去討論 如何重收江孝子 因為那時候的研究 對智廉本身的研究 已經有一個因地的計劃 變得很熟習的重立的結構 亦都是因為虛弩老和尚 和我師父說了這個感覺 亦因為我對朴魯的 對佛教的那種承擔 很自然地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是一個使命 於是拿著這個報告 因為你不能從佛教的角度去重收 你要從國家的文物的角度來 你必須對古建屬集 對佛教的理解清透 變得懂一點就扮代表 拿著這本書 就和一些專家開會 那個專家是國家的文物考古的 古建築教授 幾乎是他不額頭 這裏也不用希望能動 不能動 現在對文物法都很重視 你認識他也不容易 那朴魯的關係 便能認識到他 於是拿著這本書 朴魯說 你解釋給他聽 讓他明白 於是為何維修這個計劃 我看見他都黑了臉 拉長了 這樣 看看你的尼姑丁 看看如何解釋 我那時也二十年前 那時各方面都比較簡潔 沒有現在那麼老 很緊張 一張一張解釋 一層一層 引起宋朝是怎樣的 明朝是怎樣的 曾經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想怎樣的 將來是怎樣的 一邊解釋 整個幾兩小時 他的老人家真的坐在那裡 人家就好像以為你是搞古建 其實就不是的 我們懂得少許 剛剛懂得救那裏 救就去講了 當然說得很緊張 很入獄 因為這個因為你 你整個聖上體力作 因緣果報本沒究竟 全部他裏面的內涵 你是嘴嚏嚏地講得 看着他的老人家的臉 一直拉横 松回 直到我说完的时候 他真的整个笑出来 这些长老的也不简单 于是他笑着笑着 你真的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那时一听见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那种相应 我直情整个心里面一光 哇 真的是 其实呢 就没什么 难道出了家都不是佛教徒 人家赞一声 你真的是亲自的佛教徒 你为什么欢喜得这么紧张 真的很欢喜 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呢 他是一个在家人 有一个学者 还是一个从事建筑 还有一个这么严肃的 国家文物馆的一个顾问的代表 来审核我们去提供这个提交这个报告 但是说完之后 他不会说 你这么聪明啊 学了古建筑 你这么聪明啊 又懂什么 这些这样的有份量的人呢 说话就不会复杂的 就是这么简单 一句 你真的是一个佛教徒 从来没有人赞爱一个佛教徒 竟然由他来赞爱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我立刻一回光反照 他说原来我真的是一个佛教徒 我都修得挺好的 其实如果你检讨一下自己 觉得自己 所有的行词都是一个佛教徒 如果别人 所以我很喜欢有人叫我做师傅啊 你说我叫我法师啊 我都很害怕的 因为自己都做不到 其实 称赞别人呢 所以有些人 你会想 你是摄影师啊 你是职司啊 你是厨师啊 你是什么师啊 没关系 是不是这么重要呢 就算赞你 有什么不重要 没什么不重要 但是我作为一个佛教徒 我作为一个出街人 竟然有一个不认识佛教的人 去赞我 在我这样的报告之下 结束之后 他听到我一个佛教徒的演绎方法 那么轻轻欢喜也行吧 行不行 行吧 我算了 一般的 不过当然不敢骄傲 不过就是觉得 在那时候 二十年前 刚刚在佛教 叫做 刚刚进去佛教 学别人去做一点点东西的时候 对我的支持 对我的信心 对我 在这方面的投入 是确实有些帮助 有人认同 有人赞叹 但是这种赞叹 你说很高兴吗 那你也要很多事情做 但是你说不高兴吗 又不是 但是总之心里面很清凉 很自在 觉得自己走对一条路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叫做 若要佛发兴 就除非争赞争 能够大家共聚一堂 如果没有缘 怎么会 不是一阵 你说我现在 这么没心机讲经 难道真的自己发疑 喜欢说话吗 哇 看到你们都不用说 就赞了 只是那些不闭眼睡 就已经是赞叹了 个个 今天星期六 这么多晚会都不去 在这个最敏感的时间 七八点 吃早饭又不是 吃前饭又不是 刚刚选这个时间 就真的吵架了 事实上没办法 是这个时间才行 所以又肚着饿 又饿着这样去听 这个都是 不用出声 大家就已经觉得 你们是称赞佛陀的妙法 大家都是很想 能够文法来修心 这种这样的称赞 我们时时能够可以 对所有周围的人 我们都看到它那个好处 看到它那种的妙处 无论大家没有那么多斗争 如果你说 阿富汗称赞美国 你看到它那个 很奇怪的 巴基斯坦 那些大学里面 都有些有学问的人 你问他 你将来读大学的时候 你继续升学的时候 你想去哪儿呢 我想去 都是美国哈佛 他就喜欢去美国读书 但是他很恨美国人 他一直 你究竟他是赞叹 还是 你认为他赞叹美国 你不赞叹美国 你就不会想去哈佛读大学 去读博士 去读更高的学府 但是他又很不满意美国 这个心识里面 他的见地 他怎样想呢 他今天如果真的要踏入别人的角度去学的时候 他怎样 所以在称赞的境界里面 我们都要调整我们的心识 我们不要一直进去那个地方 去到那个境界里面 我们生起一种厌烦 但是我们又 这个是一个很矛盾 这个矛盾就很容易 是产生一种的歪念 而做出种种不合常理的境界 所以赞叹 这个微妙的修持 不是说只是赞叹佛 有些人会对上人 有智慧的人 有力量的人 他就会赞叹 但是对一些比较 他能力弱些 刚刚这个时间他比较差些的人 我们就会鄙视他 不恭敬他 不赞叹他 其实你看到有些人 他真的想学习 他真的想找机会去的 你要成就人 你要培植人 你给人机会 这个也是 你没有赞叹的心 你培植不赞叹的心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负面的 看不到正面 所以要修这个 不是一言半句 但是我现在只不过是勾出来 给大家注意 赞叹如来 赞参十方如来 过去的如来 现在的如来 未来的如来 尽虚空 遍法界的如来 尽虚空 如果你跟现前 跟你在眼前里面有关系的人 你不赞叹 你不去培植的话 你就对你这个赞叹的功德 是没有法子 在你的心识里面 是受容到普言菩萨 那种的修行 成佛作祖的恩心下手方便 你就是当面错过 这些人 这些其实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要把这个赞叹如来的背熟 来作为自己 一去分析问题的时候 不要看他的相 是看大家的关系的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如果你一用这个角度去看 用这个建地作为出发点 那你想不申请也挺难的 只要你打个妄想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